ㄋㄨ!! 是傻瓜小貓 周中獎的邀請函 Halo 傳算單身冠軍 這麼好老闆 哪一早啊 -欸阿偉喔? 嗯? 你上次跟我拿的那些警局用品 拆封了沒? 那些拿去交換禮物用掉啦 -你拿去交換禮物用掉? 不要騙我喔! -該不會藏在你家床頭喔? 沒有騙你 那些我不會用啊 拿了沒用 這太可惜啦 欸我跟你說 我們剛好有接到一個這個合作的邀請 我想說一起去看看 -什麼合作邀請? 異性交友 可是我之前就覺得那邊就是給年紀大相親的地方嘛 但是我不知道它 我看起來好像蠻厲害 我覺得你這樣單身太久了 真的不行 那你那個東西不用會生鏽 這也沒這麼誇張啦 我是說腦袋跟你的嘴巴 好不好 -好 好 好不好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啦 好 我們現在在台北樂交友的這個辦事處 等一下 我們為什麼來這邊 因為一般我們的App交友啊 都是按一按配對 沒有 他們這邊比較謹慎 他要先審核你 包括你的身份啊 然後你的年齡啊 還有你的性向啊 待會呢 就按電鈴 然後讓他們接待的人會出來 按一下 按囉 -嗨 哈囉? -我是來諮詢嗎? 對對對對 -我們有報名 這是阿瑋 對對對 -往這邊請嗎? 好 OK 好 來 -我們要加一個 好 -這兩個資料幫我填一下 -喔 要填表格喔 我也要寫喔? 對對對對 -趕快寫 趕快寫 趕快寫 好 -不妨 老實回答 -未婚啊 當然是未婚啊 未婚啊 未婚啊 未婚 -他其實問到很細欸 他連 -對 他沒有問耶 -我收入真的蠻重要的 -慢熟 悶燒 你應該是悶燒 -哈囉 你好 怎麼稱呼 -我叫我阿瑋 -阿瑋 那你是陪他來的嗎? -對啊 陪他來的 -喔 為了你要資訊 -我可以嗎? -會確認身分證 -比如你是單身嗎? 還是已婚這樣子 -喔 -那你是嗎? 你是單身嗎? -我是單身的 -這是你喜歡的運動 -游泳 健身 -會去健身房 應該很瘦欸 -也是最近才開始 -你覺得你有健身嗎? 你真的很瘦欸 -其實我們就是會了解一下你的生活習慣 -然後了解你這個人 -其實每一個來這邊的男生女生 -都是我們會了解他的狀況 -然後可能會依照你的興趣啊等等的 -去做配對這樣 -所以還是會稍微請你勾選 -認識你這個人 -太詳細的資料是不會透露給客戶的 -不是你的隱私 -所以你可以放心 -OK -好 -那會不會有那個 -譬如說他的單身 -或者是已婚的狀況 -多少還是會遇到 -真的還假的 -但是我們會確認他的身份證 -然後可能會查一下他的資料這樣子 -如果我們覺得真的有異狀乖乖的話 -那我們會希望你就是 -申請良民證給我們這樣子 -做一個確認的工作 -申請良民證 -因為到時候我們會確認你的工作 -比如說那時候我們會看你有沒有名片啊 -或是有什麼工作群組 -確認你是在這一家公司上班這樣子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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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親問已經單身多久了 -半年吧 -那你這半年有去認識女生嗎 -叫軟體啊 -或是同事介紹啊 -有啊也是有 -現在比較都是聊天 -線上聊天是不是 -然後沒有約出去 -目前 -嗯還沒 -應該是沒有讓你心動的吧 -對嘛 -常常是這樣子 -男生都是這樣子 -也其實也 -就覺得無聊先聊聊這樣子而已 -可是沒有讓你覺得有心動力要出去這樣子 -那你有幾段戀愛經驗 -四個 -四個 -對四個 -那可以了解 -分手的原因嗎 -分手的原因嗎 -嗯 -這都要剪掉嗎 -我們都還是會了解這些啊 -我知道會了解啊 -那你有看過我們網頁嗎 -那我給你看一下 -我們其實平均年齡是25歲到35歲這個之間 -那你剛好30嘛 -我覺得是蠻剛好很適合來參加年紀 -那我們這邊平均半年可以認識到10到12位異性 -我們說的首位認識是真的有約出去咖啡廳或是餐廳碰面 -那你們一對一吃飯認識對方這樣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次約會約得很順利 -然後這女生是你想要繼續認識的 -你都會建議男生一定要就是記得要來 -我們有Podcast的頻道 -我們是每一週都會更新一集 -那我們會希望客戶就是有空的時候也可以去聽聽 -因為客戶總是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每個問題都會詳細解釋 -客戶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們會希望你也可以去多聽這個上面這樣子 -我們這邊還會送就是男生還有一堂 -模擬院會課程跟老師一對一視訊上課這樣子 -其他人如果像你有經驗的不一定要安排 -就看你個人的需求 -或是你約會到後面如果你覺得遇到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上課的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穿搭的服務 -他真的原本褲子還蠻緊的 -對對對 -然後他不太會打理自己 -穿搭老師幫他換了褲子衣服襯衫 -變很帥吧 -對啊 -然後幫他打個光 -鞋子也換過了 -對 -那你有想要約什麼時間來穿搭嗎 -好啊 -給你們安排好了 -那我就幫你做那個穿搭的預約囉 -OK嗎 -好啊 -那當天來就是乾乾淨淨的 -然後頭髮不要油油的就可以了 -應該早今天就可以了吧 -其實可以 -然後其他就交給老師 -老師這邊也會準備適合你的衣服 -好啊 -OK -那我們現在來搭配好了 -你幫我過來這邊 -好 -我稍微幫你比比看喔 -可是我覺得我的穿搭蠻好的 -其實你穿搭已經算還不錯了 -就是比較算你個人特色還蠻重的 -但是可能以約會來說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穿稍微亮一點點 -因為你可能風格太強烈了 -不是每個女生都可以接受 -怕有些女生會嚇到 -所以你可以嘗試比如說稍微亮一點 -或者是普遍大家女生比較可以接受的風格啦 -因為第一次見面你在打量對方 -對方你在打量你啊 -所以其實剛開始的話 -你第一次就是要讓他對你有一點好印象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穿稍微亮一點點 -你等一下這樣子套好了 -因為這樣給你配是因為 -有時候我們去咖啡廳啊 -或是去餐廳吃飯很容易悶熱 -像你今天也是搭外套嘛 -那你熱的時候至少說你把外套脫下來 -你裡面這一件看起來比較OK -你到時候如果說真的去約會剛好有穿的話 -你就可以把外套換下來 -然後你穿幾腰褲子啊 -30吧 -不是穿這個 -深色的 -可是不是一樣都是長褲嗎 -對一樣都是長褲 -但是因為我覺得你身高蠻高的 -然後因為你現在穿寬褲啦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稍微把你的優勢展現出來 -腿可能是矽的 -你就把你的腿露出來 -就是至少說你整個人的比例 -看起來不會折住他 -OK -你給你試試看好不好 -你先換 -我覺得讓女生會覺得可能風格不太一樣啦 -就是如果說他都一直穿黑色的話 -可能都接觸到類型的女生差不多都是暗黑系風格差不多的 -如果說想要試試看認識別的不一樣風格的女生 -你可以嘗試亮色系的 -而且我覺得也蠻適合你的 -老師所以穿如果合身可以直接現場買是不是 -可以可以 -真的還假的 -可以直接 -因為很多會員沒有適合的衣服可以搭 -他們就可以直接買著回去才不用怕回去又沒有衣服可以搭啊 -這大概是我認識你來 -覺得穿比較像的 -你是嗎 -比較像的 -是不是覺得不像是不是 -阿偉回去等待約會的時候呢 -這個樂交友會依照他訪談的結果 -來幫你挑選女生 -而且呢他每週呢會推派大概四位的女生 -然後讓阿偉呢有認識女生的機會 -不過其中顧問也會推播興趣啦 -或者是個性比較相合的女生 -或者是呢 -每週用LINE推播關於兩性的小講義 -讓這個阿偉呢可以在約會前呢做好一些準備 -那接下來呢阿偉準備迎接第一場的約會 -啊就讓我們來拭目以待吧 -阿偉準備好美啊 -行不行啊 -幹你其實蠻緊張的耶 -你不要給我們丟臉啊 -我們全部都堵在你身上了 -我現在真的是還在怕啊 -你臉皮厚一點 -今天就脫單了啦 -幹超難的耶 -好難喔 -算了 -你穿了啊 -好啦先進去了 -好難喔 -女生還沒來 -她到底行不行啊 -她剛剛那個樣子 -她說她今天早上來落賽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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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那個女的嗎 -是這個嗎 -哇 -太賺了吧 -太賺了吧 -哈哈哈 -你好 -嗨我的爹好 你好 -我叫 -黃呢好 -我叫小姐 -好小姐 -好 -我叫卓卓先生 -你第一次參加這個吧 -對對對 -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 -我是喔 -你是不是有在建成 -欸 -有 -平常 -就是一個禮拜大概兩天 -好 -啊你到底是做什麼項目啊 -我做 -你做工作嗎 -就是那個健身 -你健身的項目 -健身項目我會是一開始前面都是做油腰的 -就自查 -飛輪 -可是就是這樣嗎 -我踩過飛輪 -真的喔 -好累 -妳是做什麼工作 -做我中藥的 -中藥 -中藥 -中藥才藥 -就是抓藥 -我要健產品 -嗯 -好不像喔 -就是很不像做最快的 -那我看起來像做什麼 -你看起來比較 -欸 -你平常時有喜歡那個嗎 -狗狗或嗎 -我比較喜歡貓耶 -你比較喜歡貓 -嗯 -我超愛狗的耶 -蛤 -這裡是那個牠四季 -四季 -可是你不覺得牠們的口水啊 -或是那個很麻煩嗎 -就是要一直擦 -然後又會一直叫 -不會啊 -你就很喜歡 -我覺得狗很麻煩耶 -就是帶牠出去就是大便啊散步之外 -我覺得貓比較好酷一點 -可是貓不是會亂跑然後亂抓人嗎 -不會啊你看 -就是朋友家一隻貓 -你看牠長得很可愛 -就是扭動一些很奇怪的姿勢 -這是蠻可愛的啦 -讓我還比較喜歡狗 -哦 -對啊 -沒打槍 -因為我之前就被貓抓過啊 -真的喔 -我就從此之後就遠離貓 -牠很喜歡吃什麼啊 -平常喔 -對啊 你要吃什麼啊 -我其實... -好像... -動物一樣 -都可以 -對啊 -就是... -因為我對吃的沒有很漂亮 -那你有特意不喜歡吃什麼嗎 -不吃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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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蕉很好吃耶 -為什麼不吃啊 -很噁耶 -它很健康耶 -不吃蛋啊 -他們有不吃什麼嗎 -他開始喝一點東西 -嗯... -不吃什麼啊 -好像... -就差不多了吧 -應該就大概這些 -你... -你... -待會兒還有事情嗎 -我等一下... -對 我等一下有事 -你等一下有事情喔 -對 -然後... -好吧 那... -那你呢 -那你呢 你等一下呢 -可能... -就... -回家了 -回家 繼續玩貓 -對啊 -就是繼續玩貓之類的 -嗯... -很高興認識你 -好 -有機會下次再約喝咖啡這樣子 -好啊 看你說你... -在約哪裡這樣 -再共聯繫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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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謝謝你 -好 掰掰 -謝謝 掰掰 -約會超級大 超級失敗 -好 所以就是... -我第一次約會完的狀況好像沒有很好 -真的嗎 -對 -那你可以大概跟我講你發生了什麼事嗎 -哇 我發生什麼事 -嗯... -就是... -感覺... -女生約完之後好像沒有很好 -的感覺 -過程當中是不是有點尬聊 -有一點 -就例如說他可能會問我一些 -喜歡吃什麼東西啊 -但因為我就是比較隨和吧 -我就會說我都喜歡啊 -都OK 這樣子 -嗯... -這個是很多很多男生 -都有跟我們提到 -他們常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 -他們真的很隨和喔 -所以女生說你喜歡看什麼電影 -他說都喜歡啊 都OK -可是女生就會覺得這個你是在據點他 -這樣為什麼算據點 -因為他想要跟你聊 -那你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他要延伸下去啊 -那你有沒有常去哪邊玩 -就是喜歡看什麼展啊 -去哪邊旅遊啊 -怎麼真的都在家耶 -所以就會遇到這種狀況 -他就發現女生跟你聊不下去對不對 -因為可能你喜歡的女生比較外向 -但他想要跟你聊 -他跟你生活有交集的東西 -但發現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下次再約會 -你準備幾個你喜歡的東西 -下次約會之前先稍微不確定的問題 -你可以先寫下 -你覺得開這幾個話題好不好 -然後你可以給我看 -或是可以給顧問看 -讓他先看一下說 -你開這幾個接下來 -會不會讓女生覺得聊不下去 -然後我覺得第二個是 -你可能要看一下女生的喜好 -因為我也有收到女生的回饋 -他說他喜歡狗狗 -但你好像整場一直在聊貓咪對不對 -因為你是貓牌的 -對啊 狗很麻煩耶 狗很吵耶 -對 然後他就覺得有點受傷 -因為他想要跟你聊他喜歡的寵物 -但是沒想到你一開始講的這個 -他就接不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你也可以針對女生的喜好 -然後去顏色 -然後我覺得第三個可以去跟女生聊 -他最近有沒有在學什麼東西 -因為像這個女生的話 -他最近就有在學日文 -我覺得搞不好就可以跟你有一點機會聊上 -但是我對日文有什麼興趣 -你不可以這樣子 -你不可以興趣弄得小 -然後別人的興趣你都不想跟他分享 -那女生只要一感覺到你不想認識他 -他其實就會開始安靜了 -老師可是他後來雖然也是有回應他 -可是他好像開始一直看手機感覺 -好像後面有星塵 -所以他是在你跟他對話的時候 -他直接把手機拿起來 -然後邊看你邊看手機這樣子 -對啊 -哇那你們真的很尬了耶 -我們幾乎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這種時候我覺得都已經是挨沒了你知道嗎 -就很難救了 -前面我會建議當女生要開始滑手機之前 -你會發現他開始看其他地方 -當他開始看其他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要換話題轉移了 -那如果說他已經開始在用手機了 -就是我還是會稍微問一下說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忙 -看他的反應 -大部分的女生發現 -你在發現他用手機其實他都會放下 -他就說沒事沒事還好工作的事 -就給自己台階下 -但如果他就說 -對啊因為等一下好像我跟我朋友有約 -他好像在附近了 -那我覺得那個就是已經是安寧病房了 -好這些問題我下次再改進 -也不用那麼虛心接受啊 -就是你可以調整看看 -然後看你覺得改變了之後後面會不會順呢 -如果後面就順利很多了 -我覺得搞不好這就是你之前沒有注意到的點 -那接下來你要開始就是認識女生的話 -我覺得女生可能就會更樂意後面再繼續跟你出來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OKOK好 謝謝老師 -不用客氣 謝謝 -希望你後面都很順利 -一週後阿偉又迎來第二場約會 -到底會不會成功呢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我叫阿偉 -阿偉 -對啊你懂得稱呼 -Andy -Andy -不是比較多都是男生在娶的英文女孩 -因為我媽當初想要生男的 -我在肚子裡的時候他就幫我娶了一個Andy -真的假的 -結果後來是不是就是生出來女的 -那我就一直沿用這個名字就沒有換了 -喔 -我比較少用英文名字都是用中文的 -那我要叫你Way -喔也可以阿 -等一下讓我猜你幾歲 -如果很失禮的話抱歉 -沒關係 -三十一 -其實差不多啦 -我差不多 -對我三十 -沒有你看起來只有二七 -那為什麼要故意猜那麼大 -因為二七感覺不會留那種長髮你知道嗎 -有啊現在還是很多吧 -我覺得這個女生在撩他耶 -他那個很積極耶 -為了你猜我年齡而埋寫 -你有我想一下喔 -他終於笑了 -你大概 -小心喔 -我猜一個保守大概二六二七左右吧 -那我公布答案了喔 -嗯 -二九 -欸那這樣也很好啊 -不然你平常都在幹嘛 -我其實蠻窄的 -我幾乎都在家裡看一些動畫 -都看什麼 -最近蠻紅的一些什麼練巨人啊 -巨人 -講出第一個就超窄 -欸還好吧 -那個是最近很紅耶 -那他怎麼會逗女生耶 -他這次差蠻多的 -明星大師傅跟你聊這種東西嗎 -幹嘛你有健身嗎 -我算運動不到健身 -你這樣不想承認對不對 -欸也沒有不承認就是 -因為我其實之前沒有那麼愛運動 -但是因為畢竟有年紀啊 -欸我覺得這個他比較會聊啊 -可是我覺得阿偉他比較積極一點 -不像之前那種被動 -他真的在進攻 -嗯 -還是得要運動一下 -還好吧 三十 -代謝就開始下降啊 -下降啊 對啊 就開始稍微運動一下降 -我讓體力可以比較好一點 -你是去健身房的嗎 還是不一定 -你會不會去看一下我身材啊 -其實我很懶耶 我也都在待在家 你知道 -待在家啊 -幹嘛啊 -而且我家有兩隻貓 -你有寵物嗎 -我有一隻貓 -你有一隻貓 -對 -你不覺得待在家 跟貓一起耍廢就很爽嗎 -對對 然後因為尤其天人喔 -他最近都一直會窩在我身上 -我看了 可以看嗎 -等一下喔 -他長這樣 -喔好可愛喔 -對啊 -很胖耶 -他四四歲吧 -我說現在把妹子都要用寵物呢 -那你養兩隻 你是養什麼 -那隻貓是就是橘白貓 -但他白色比較多 然後是一隻女生 -因為你最近有想要出國 -四月可能會去日本 -因為其實我才剛從國外回來 -所以可能近期沒有打算要去 -喔真的假的 你是去哪裡剛回來 -我在法國一年多一點點 -你對法國的印象是什麼 -如果大眾都會覺得他們那邊 -好像感覺生活很愜意很浪漫的那一種 -的感覺 -可是我發現他們的浪漫是 -來自於他們本來的習慣 -那這樣你在那邊也有被稍微同化嗎 -還是沒有 -同化我覺得還好 -可能內心的另一邊被激發了 -你說就是那種 -懶惰懶惰那一邊 -那你平常就是除了旅遊之外 -可是你會攝影之類的嗎 -我有一台單眼 -我其實對攝影啊 -就是剪片啊也有興趣 -所以你都是也是自己拍影片 -或是自己剪這樣子嗎 -譬如說去法國的時候看到什麼 -有紀念價值的就會想要嘗試吧 -所以你最近工作忙嗎 -我工作要看情況 -但我大部分是排休 -所以假日還是可以排嗎還是不一定 -可以可以 -因為我最近有看到一個展覽啊 -是一個攝影展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看可可可以安排個假日或是之類的 -好啊我看一下 -然後可以一起去看展覽 -好啊 -就感覺還不錯 -好啊好啊 -好啊 -唉唷 -約到了喔 -恭喜安慰約會成功 -欸上次我們去玩之後 -老師是不是又把你抓去稍微調整一下 -對啊 -你有把老師跟你講的聽進去嗎 -有啦其實有 -就是不要都一直講我自己的事情 -女生如果她講她自己的興趣或是有一些愛好的話 -不要急著反駁 -話題可以再稍微延伸下去 -那所以你在後來的約會 -就盡量變得比較可以去接受 -就是她講的一些東西 -就試著去聽看看她想要講的 -她還叫我 -也是可以再穿亮一點啊 -因為我第一次就也還是穿個黑啊 -你今天 -欸今天也沒有穿全黑呢 -那一次老師講完之後你回去不是花了一筆錢 -你趕著買衣服 -就大概可能花的快一萬塊吧 -那接下來 -我們還有一次約會的機會 -你有沒有把握 -有啦我覺得就跟第二個的女生一樣 -就保持平常興趣聊天就好了 -對啊 -那第三個你衣服也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那應該有信心啦 -有啊 -好 -那我們就要準備要去第三個了 -走 -我叫阿瑋 -你什麼稱呼 -我叫阿莫娜 -因為我有看到你的資料上面好像有一些戶外的興趣 -如果有放假的話 -我就會去衝浪啊 潛水之類的 -這麼凹凸嗎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偏黑 -欸他們安排的女生感覺都還滿陽光的 -你自己有在玩嗎 -想要去 其實去試餐團 -對啊 因為就覺得還不錯吧 -還很療癒耶 你應該要去嘗試的 -你會去拍攝嘛 對不對 -對啊 -那你應該也滿常拍一些戶外的景點 -戶外景有時候 -可是我比較對人像這一塊比較有興趣一些 -人像的還滿厲害的 也很抓 -你自己有在拍照嗎 -可是我是很淺的那種 -就是用手機 -沒關係啊 人手一台手機然後就拍照 -我覺得方便啊 -可是有些現在手機拍也很厲害啊 -我之前其實也有想學欸 可是一台單眼都滿貴的 -我覺得你一開始可以先從那種比較簡單的數位相機 -就是不用換鏡頭那種 -對 先從那種開始 -開始 -雖然它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跟手機 -比的話它的效果還是比較好一點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設施 -真正開始碰應該算是大學吧 -那也這樣很久咧 -應該有十年多 -應該有十年多 -應該來說差不多 -你之前會躺在牆板是不一定的嗎 -我會跟朋友約出去 -因為我覺得台北其實是濕冷的 -難得有好天氣就會想要出去 -了解 -因為我以前有在高雄待過五年 那在高雄有人怎麼會想要上海會來台北的 -可能也是因為一些自己感情的部分 -哦 聊了 -沒有啦 開玩笑 為什麼你會來參加這個交友 -因為老實說 我覺得我自己屬於比較被動的 -被動嗎 -就是要有人敢搭話 -我會是主動找人家講話 所以我想說可以多認識一點朋友 -讓自己能夠更清楚 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跟事情 你單身多久 可以問嗎 可以啊 我其實大概去年六月吧 這樣講才有半年多 半年多 那個交很久 可是也沒有 我大概半年 就是因為認識很久啦 你是喜歡哪一種類型的男生 多少會喜歡一些戶外的 因為如果去戶外的話才會認識到這些人 跟他比較合得來 就會覺得好像有共同興趣 但是我覺得有不同興趣的也好 就是可以互相學習 我給你加一下IG 好啊 這邊幫我打架 女生主動加耶 共同朋友 對呀 欸有耶 可是那個我不熟 好扯 他是我堂弟 是不是長 你拍的幾乎都是人像耶 對啊 我幾乎都是拍的很像 我覺得因為你很常去漁蘭 我覺得下次可以約就是去漁蘭 可以嘗試看看衝浪啊 或是之類的 可以啊 約會也沒有很厲害 我們可以一起學習 然後你比較後來 你可以稍微教我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 第一次約會就有機會穿比基尼的屁股 對啊 哇 阿偉是天才耶 但我覺得阿偉這次雖然這個女生沒有像 上一個那麼的陽光 但是他還是主動的進攻 讓這個女生主動想要加他一句耶 也是蠻陽光 但是活潑程度不太一樣 就是TEMPO不太一樣 這個女生算是比較氣質的部分 他比較端莊啦 阿偉進步蠻多的耶 欸 累不累 累啊 累嗎 你這樣約三個女生耶 很讚耶 我認真的問你一件事情 但是你單身之後 有沒有跟其他女生單獨出去過 老實回答 當然還是有啦 我覺得樂交友他們蠻厲害的就是說 可以幫你配對一些適合你 就是有一些不適合的人他會幫你篩選走啦 不是說你繳錢就可以進來了 就像我這種已婚的進不去 你推薦大家嗎 你覺得可以嗎 我覺得 我覺得去那邊可以認識蠻多不一樣的人 就可能不同職業啊 那你可以跟我說那三個你覺得 要選一個你要選哪一個 三位喔 要直接這樣講嗎 我覺得你想的看我想的有沒有一樣 你如果不方便你可以跟我講 好 我 好 來來一個 來一個 哇靠真的還假的 哇 感謝陶蓋的熱交友 讓阿偉多認識生活圈外的朋友 最難搞是哪個星座 這樣問我怎麼 我覺得處女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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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